超级英雄无处不在 只管看看你周围 惊奇队长不怕高 风永远不会吹坏他的头发 但是有时候 即使是他也需要休息 我今天要坐出租车 我是海王 这艘沉船上的人们需要我的帮助 我会救你们的 水好冷 这不在我的契约里 等等 人类 我要把我最强壮的助手送给你们 勇敢一点 小鸭子 我知道你可以做到的 给超级英雄做梅甲的梅甲沙龙 我想要经典的梅甲 一定要修理我的角质层 当然可以 你可以把指甲伸过来吗 天哪 每次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当超人是很严肃的事 嘿 克拉克肯特 别忘了你的裤子 哦 这些衣服到处都是问题 我不得不再次熨烫它们 我听到有人需要帮助 白天 神奇女侠穿着正常的办公室衣服 在正常的办公室工作 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 她也为平常的东西感到沮丧 哦 那是我最喜欢的杯子 我需要我的早晨咖啡 够了 男孩们 我的丝袜撕破了 天哪 我讨厌这一天 过来 你 哈 这个丝袜还不错 正确的颜色 正确的尺寸 完美 所有的卫生间都被人占了 哦 天哪 蜘蛛的膀胱很小 哦 终于 哦 真是的 什么 雷神忘记了它的锤子 没有其他人可以拿走它 试都不要试 猫女可能是女人 但它也是猫 呃 那个是毛发球吗 好恶心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猫女在它自然的栖息地 哦 那什么 我想要 哦哦 重力 抓住了我 它被训练得很好 可以完美地用猫砂盒 蜘蛛侠 蜘蛛侠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喜欢睡前吃东西 哦 哦 不 它的蜘蛛意识没有说谎 藏起来 没姨妈过来喝水 啊 哇 安全了 我的手机死了 我需要一个便捷式充电器 充电 哇 百分之百 不错 毕德帕克只是在爬行干他自己的事 哦 一个蜘蛛 等等 我放你出去 现在你自由了 蜘蛛 不用谢我 金刚狼想尝试一个新的爱好 打毛线很容易 他们说 你会喜欢的 在他的业余时间 美国队长帮助人们在咖啡馆里点菜 他的盾牌是一个出色的托盘 我听到有人需要帮助 我来了 噓 躺下 住 醒醒 朋友 这是抢劫 你选错了公寓 男人 这就是闪电侠 而且他只需要花一秒钟 就可以整理好 并消除威胁 躺下 放松 绿巨人找到了一个保姆的工作 好辛苦 这个婴儿已经哭了一个小时 哦 这是个主意 我们这里有谁 史莱克 每个孩子都喜欢史莱克 没人再哭了 谢谢你的赞美 雷神的派对结束了 我需要打开这个瓶子 我的锤子在哪里 我再也不从斯堪迪纳维亚买任何东西了 哇 终于 总之 长话短说 普通的日子也发生在超级英雄的生活中 当他们不开心时 或者当他们没能成功的梳头时 他们早上无法快速起床 他们太懒了 懒得游泳 他们也会像普通人一样笨拙 但我们因此更爱他们 我们下级眼 你喜欢超级英雄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吗 那么就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 你经历过的最棒的超级英雄事件吧 亲爱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赞和点击铃铛 不要错过巫护上跟超级英雄相关的任何有趣的新故事哦 感谢观看